公元1191年春天 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镇的先前部队与萨拉丁 已经围绕着阿克熬战了近20个月的时间 双方均受困于瘟疫和补给短缺而筋疲力竭 在刚刚过去的冬天 十字军非战斗简人惊人 每日死亡人数最多10甚至超过了100人 就年矫先到达阿克 以荣誉促的菲特列皇帝之子 施瓦本公爵弗雷德里克也未能幸免于难 而在萨拉丁这边 他明智地选择在190年底解散了半数军队 但风险却是春暖花开之际 那些离开的艾米尔未能及时归队 这使得萨拉丁不得不使用现金购买雇佣兵弥补空缺 在写给哈里发的信件中 萨拉丁抱怨 自己已经拿出了全部积蓄 而伊斯兰世界却对阿克的危机情况无动无重 到了这个时候 狭路相逢强者胜 谁能获得更多增援 谁就可以攻下或守住阿克 4月20日 法兰西国王菲利亚史和他的2000军队 结束了漫长的地中海旅行 到达了围城营地 尽管他带来的军队不多 但对于大部分由法级战士构成的十字军而言 国王的出现 使得已被消磨殆尽的士气瞬间挥满 菲利用携带的金钱帮助自己和十字军 购买修造了更多工程器械 让停滞许久的围城行动 取得了飞幅进展 十字军也一度突破城墙 冲入市区 萨拉丁眼看着这种情况 只能干着急 他命令军队疯狂冲击十字军外围 但收效甚微 6月8日 世新王理查结束了塞普鲁斯之旅 带着25艘英格兰战船和1万多名士兵 在阿克外围登陆 理查的到来 不但让十字军的人数如沙利一样多 更在于 近百艘十字军战船彻底锁死了海港 阿悠布海军没有实力再向阿克输送物资 尽管 萨拉丁在6月底 从伊拉克北部和埃及 获得了军队支援 可他仍然没有信心击退十字军解救城市 不过 萨拉丁也并非完全没有获胜机会 菲利和理查都因水土不服病倒了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让人持续高烧 头发和指甲脱落 一旦他们二人病死 十字军很可能会像 菲特列死后的神罗军队那样原地解散 但这次 萨拉丁并没有之前 克死对手那样好运气 受到国王身体状况影响 而短暂停火的十字军 很快又开始了对阿克的围攻 拥有充足兵力的菲利和理查 安排手下轮番攻击 军事工程师见到出了射程更远 其射重量更大的配重石头石机 理查还特意从西西里岛 定制了一批坚硬无比的火山石弹 用来破陈 7月3日 阿克东北的一段城墙在轰击中倒塌了 随着城墙一同崩塌的 还有守军的士气 7月4日 守军指挥官举起白旗 希望有条件投降 与乐于同穆斯林打交道的东方化法兰克人不同 菲利和许多新到来的十字军一样 拥有狭隘的宗教思维 无法理解与弃教徒谈判的重要性 他言辞拒绝了任何投降条件 坚持要对穆斯林感情杀绝 不过 理查倒是没有菲利那么死板 走在其登陆时 就派人联系过萨拉丁要去会面 以满足自己对这位大魔王的好奇心 但被萨拉丁礼貌地回绝了 这次 理查又有机会跟萨拉丁进行外交联络了 他向萨拉丁通报了阿克即将投降的情报 还送出了一批礼物 萨拉丁对于理查的热情依旧不感冒 却对阿克擅自投降的举动十分震惊 他在想 如果拯救不了城市 至少可以把军队救出来 一名士兵当晚就通过游泳潜入城市 通知守军7月5日展开突围 到时 主力会在外侧接引 可是 萨拉丁的军队在多日受挫后 实际低落 公开战战 自然 5号的突围行动因为缺少接引失败了 两天后 守军向萨拉丁发出了最后的求救讯息 萨拉丁无力拯救阿克 但他又没办法向十字军认输 这意味着 他在向基督徒求饶 他积累的所有名誉都将受损 尽管 萨拉丁表示了愤怒 但一切都太迟了 考虑到事宜至此 存人是地 好过要人地皆失 萨拉丁也不得不答应了十字军的条件 开始筹击赎金 为德国人做出的贡献 不逊于英法 自信地将神罗旗帜插在了英法旗帜边上 可傲慢的理查认为德国佬 充其量与来自匈牙利丹麦等地区的杂牌十字军 是一个档次的 利奥波德在级别上也不会跟自己站在一起 因此 他让手下将神罗旗帜拔出 扔下城墙 公爵哪受得了这种侮辱 他立刻宣布退出十字军 带着大部分德意志骑士回家去了 理查的不理智之举 不但削弱了十字军实力 也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个敌人 为日后回国旅途中的牢狱之灾 埋下伏笔 当然不仅是德意志人的退出 菲利也准备要撤了 与真的是一腔热血的理查不同 菲利来到这 完全是为了拿个十字军战士的巴伏加成 到达阿克的这三个月 才26岁的他几乎都在生病 一直致力于强化王权的菲利 很怕像菲特列那样可死他乡 而他四岁的独子路易无法控制王国 再加上 弗兰德斯伯爵菲利普 于6月1日死在了十字军营地中 伯爵之位却少男性继承人 这正是菲利削弱弗兰德斯地方势力的最后机会 因此 菲利不想再继续了 他必须要回国 可是 当初与菲利一同出发的理查 并不想让老伙计离开 对于热爱战争的他来说 好戏在刚刚开始 但他又害怕菲利回国后 会对英格兰搞小动作 于是 理查提出他们二人应当虔诚地留在圣地 共同保卫这里三年 你神经病啊 为了能够离开 菲利答应 在理查回国之前 他不会表示 也会留下伯根蒂公爵 余格三世和部分法国军队听从理查指挥 已经投靠理查的盖伊 将被允许继续担任耶路撒冷国王 康拉德保留提尔 并拥有王位继承权 7月31日 菲利离开了阿克返回法国 菲利的离开 使得理查成为十字军唯一的领导者 他也立刻主持与穆斯林的谈判 此时 萨拉丁表示一次性支付20万有难度 想分期付款 但是 理查担心萨拉丁 只想赎归某些穆斯林贵族 不会支付尾款 便在收到萨拉丁的守护后 仅释放了部分普通士兵 这让萨拉丁感到不满 他认为理查不应该区别对待 双方就这么僵持住了 8月20日 等不及要去往耶路撒冷的理查 一方面认为萨拉丁诚意不足 另一方面 又考虑到剩下的2600多名战俘 在其离开阿克后是巨大的隐患 于是在这天 他下令处决了几乎所有投降人员 杀翔 自古以来 不论中外都是极其恶劣的举动 在此之前 尽管十字军国家与穆斯林各自杀红了眼 但只要主动投降 基本都可免于屠戮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战场规则 理查的举动无疑破坏了规则 只会让战争更加没有底线 作为报复 萨拉丁同样处决了数百名法兰克囚犯 并在日后对招货的十字军俘虏毫不留情 8月22日 理查率领一万多十字军离开了阿克 由于和盖伊的王位争执 康拉德和提尔的耶路算朗贵族 拒绝跟随理查前进 十字军的士气很低 相比微城时期的人数也不足 还待在东方的大部分士兵 一个多月来都沉浸在温柔乡中 从欧洲运往阿克数不尽的美酒和妓女 显然要比枯燥又危险的新军更有吸引力 理查选择沿着海岸道路前进 阿优部海军几乎都藏身带了阿克 他的舰队可以在海上安全跟随 为其提供补给或侧移支援 与此同时在萨拉丁这边 丢失阿克以及守军枉死让其蒙羞 一旦确定了理查的行军路线 萨拉丁便下令全军开拔 与十字军乘平行线移动 并不断地排除骑兵骚扰 8月30日 当十字军到达了凯撒利亚附近时 萨拉丁的军队开始脸贴脸陪同十字军前进 往后的数日中 战斗的烈度和频率增加了 天气炎热干燥 加上必须身着盔甲频繁战斗 让来自温润地带的欧洲人苦不堪言 但是 理查已经从队伍中 哈丁受害者盖伊身上吸取了经验教训 除了抢占水源 控制行军速度 减少军队匹配之以外 与哈丁战役时 盖伊的行军队列相似 步兵和弩手被布置在了最外侧 有效防散萨拉丁清骑兵的骚扰 在网里 依次是骑兵 自重和用来换防的预备队 十字军像移动堡垒一样紧密的队形 使得萨拉丁无从下手 除了沉闷的战斗以外 理查与萨拉丁也在不断地进行谈判交涉 但每次都是以理查 狮子大开口 要求萨拉丁放弃整个巴勒斯坦时 无果而终 9月6日 十字军抵达了距离阿苏苏约9公里的森林地带 东侧的沼泽可以避免扎音时受到袭绕 频繁出现的穆斯林侦察兵 让理查断定萨拉丁的军队正隐藏在树林深处 而正如理查所料 萨拉丁刚刚又得到了一批突厥骑兵的支援 他的手上已经积攒了约2.5万名士兵 一旦十字军离开沼泽的保护 在向前就是他为决战选定的战场 一片宽约三公里的开阔地带 9月7日一早 十字军离开了营地 圣殿骑士团作为先锋 和阿基坦的军队 再往后则是英格兰和诺曼底人 理查带着自己的汪骑车距于中间 在混乱的战场上 国王的旗帜将是清晰的集结点 伯根蒂公爵余格带领的法国军队 像之前一样位居候补 担任店后工作的是医院骑士团的队伍 当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 穆斯林军队分为三个阵列走出了森林 萨拉丁带着他的黄色旗帜位于中心位置 前排是由努比亚黑人和贝都印人组成的青步兵 紧跟其后的则是马姆鲁克和库尔德重骑兵 伴随着号角声响起 阿尤布军队率先展开攻击 萨拉丁的轻装部队使用弓箭和标枪轮番上前输出 尽管远程攻击对大量装备炼甲的实际军造成了伤害有限 但这些炮灰真正的作用在于引诱一些急性子冲出阵线 好让自家的重骑兵有机会切入 理查和余格一起前后奔走 呼吁所有人稳住 法兰克弩手和英格兰长弓手的还击 和斯林吃尽苦头 萨拉丁对于第一波攻击效果并不满意 投射火力并不能击垮敌人 他需要重点攻击强行打开突破口 他下令右翼展开猛击十字军后卫 萨拉丁的这一招让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卡尼亚十分难受 他的部队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敌人 许多步兵必须举着盾牌倒行以确保正面迎敌 卡尼亚找到了里莎说道 国王大人 因为您不允许我们朝那群恶选进攻 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连骑士都失去了坐骑 军队快要崩溃了 可理查非常赞念地回到大团长阁下 挺无比忍耐 卡尼亚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 被萨拉丁重点关照的他 承受着比同袍更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在确定十字军如缩头乌龟一样后 许多穆斯民骑兵为了方便射击 索性下马成为部攻守 他们不再跑动 而是像木桩一样站定输出 长时间处于主动进攻状态 也使得萨拉丁的士兵们十分疲惫 不论是卡尼亚擅自行动 还是理查认为实际已到 医院骑士似乎都找到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他们越过步兵线 突然向敌人发起冲锋 这招防守反击 瞬间打碰了毫无防备的阿悠不由益 理查发现医院骑士已经行动 他不能够坐视不理 随命令左右骑士同他一同冲出 接下来 萨拉丁看到了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他的两万多人在一千多名十字军骑士的集团冲锋下 头疯瓦解 当看到敌人逃入树林后 理查害怕有渣 命令所有的骑士停止追击 不过一些骑士 包括1189年秋天 跟随第一批十字军到达阿克 由小阿卡留斯之称的阿维纳领主雅各 并未听从理查的命令撤退 在遭遇到任性极强的穆斯林骑兵反击后损失惨重 雅各在单枪匹马杀死15个敌人后 力战而亡 理查的谨慎为他赢得了最终胜利 当骑士们刚回到各自阵线后 阿幽部军队已经重整完毕 反身杀灰 就跟上次一样 再次被理查率领骑士冲锋击垮 萨拉丁仍然没有放弃 他也想打一次防守反击 但理查并不给他任何机会 骑士们在击溃敌人后 再次回到了原先的战位 阿幽部军队也在重整后 继续冲向十字军阵线 这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们彻底被骑士老爷们打崩溃了 毫无恢复士气的可能 四散逃入树林之中 理查仍然没有选择追击 而是带军进入了阿苏夫 客观来说 阿苏夫战役 并不是一场关键的战斗 理查成功去保守的战术 为他赢得了一场击溃战 而非歼灭战 尽管 十字军仅以约700人的代价 就换取了五分之一的阿幽部军队 但萨拉丁仍然留有实力在战 十字军在阿苏夫短暂停留后 在9月上旬迅速攻占了 早就被萨拉丁摧毁的压法 据耶路撒冷仅一步之遥 敌人的逼近和阿夫夫的失败 让萨拉丁寝食难安 53岁的他目前精神和身体状况非常差 对国家的控制力也在下降 何况至今 还有不少人认为歧视一个爆发户和篡围者 阿克和阿夫夫的双重失败 严重打击了其权威 一旦所有穆斯林都认为 萨拉丁无法再带领他们取胜 阿幽部王朝必将不暂及王朝的后尘 而现在 十字军再取得任何战果 都会让萨拉丁的处境更加艰难 那么 既然无法阻止十字军前进 至少可以限制十字军的方向 因此 为了防止理查头脑发热 南下进攻兵力空虚的埃及 萨拉丁下令将通向埃及的枢纽阿什凯隆 以为平地 与此同时 理查也忧心忡忡 阿幽部军队可能已经重整 在东面的某处等着十字军 而陆军离开舰队的庇护去攻击耶路撒冷 太过冒险 他认为 接下来应当夺取沦为废墟的阿什凯隆 然后重建这里 十字军可以利用阿什凯隆的地理位置 深东击西 如果萨拉丁想要死守耶路撒冷 那么 十字军将水路并进南下进攻埃及 反之同理 如此一来 主动权就可回归十字军手中 不过 理查的想法是不错 但是 重建阿什凯隆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让大部分十字军战士负担不起 大部分人 只想像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石一样搞一波流 要么入城 要么入土 在9月中旬的一次作战会议上 理查的建议被众人否决了 最后大家同意 在彻底修复雅法的城墙之前 十字军哪里都不回去 可不论是理查的战略构想 还是十字军将士的鲁莽态度 他们都有可能成功 唯独安居雅法 让他们错失了得来不易的盛事 很快 一艘从阿克出发满载妓女的船到达了雅法 经历了生死考验无处发泄的男人们 立刻沉沦了 什么为了上帝 什么耶路撒冷 都不抵春宵一刻值千金 一些人甚至觉得在雅法玩的不够过瘾 直接跟着船回阿克去享乐了 这使得理查不得不亲自跑去阿克 将自己的士兵拉回来 就在十字军探图玩乐军机换饭之际 萨拉丁趁机加固了耶路撒冷城防 还拆毁了雅法到圣城之间所有的定居点 十字军想要进攻的难度更大了 理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整顿军机 十月底十字军才开始尝试向耶路撒冷进军 并修复封毁的据点 但阿优布军队总是及时出面阻挠 使得计划很不顺利 连理查本人都险些丧命于不断的小规模冲突中 除了十字军行动陷入停止状态 理查本人也越发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 菲利可能并不会严格履行事业 而塞浦路斯发生叛乱更让理查偷疼 为了摆脱麻烦 理查索性把塞浦路斯便宜卖给了圣殿骑士团 提尔的康拉德也是一个问题 有消息表明他正在与萨拉丁秘密沟通 不论达成何种协议 对十字军肯定是不利的 因此重启与萨拉丁的外交是必要的 但萨拉丁仍然拒绝与理查当面沟通 他不认为在达成和平之前 有必要与敌方领导者会话 与阿迪勒全权负责与基督徒的谈判 理查与阿迪勒在马术、诗歌和音乐方面 可谓有共同爱好 二人私下也建立了友谊 这使得急于摆脱困顿局面的理查 提出了一个极富有想象力的意见 即理查将妹妹穷嫁给阿迪勒 而萨拉丁应当允许这对夫妇 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融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依附于萨拉丁的王国 国王夫妻将得到所有城堡 而骑士团就控制乡村地区 一劳永逸的解决双方数百年来围绕圣城的恩怨 十字军也会随即解散 萨拉丁对于这个提议表示赞同 这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大的事 理查肯定做不了主 罗马教廷和他的十字军同僚们 恐怕也不会同意这个计划 尽管跨越宗教的婚姻不是没有过 但想靠此弥补彼此的差异就像是天方夜谈 就在与理查谈判的同时 萨拉丁也在同康拉德进行谈判 这个建立在提尔的拉丁小朝廷 在吸收耶路撒冷王国残暴后 实力不容小觑 鉴于康拉德与理查的十字军 并不是一伙的 萨拉丁以归还领土作为条件 试图唆使康拉德与理查开战 不过 考虑到当年哈丁战役前 迪利波里伯爵雷蒙德四世的初尔凡尔 萨拉丁并不信任东方拉丁人 最终只希望与理查达成合并协议 很快 理查与萨拉丁在打打合合中迎来了冬天 十字军在11月中旬取得了巨大进展 萨拉丁在天气变凉之时 解散了一半的军队 主动退回耶路撒冷防守 而十字军也趁机攻占了被飞起的拉姆雷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内 他们只前进了约17公里 12月中旬 完成当地重建的十字军再次出发 并在1192年1月3日 小心翼翼地抵达了犹太丘陵带的边缘 这里距离耶路撒冷仅有19公里 尽管阴雨绵绵又湿又冷 但来自英法两国的十字军热情高涨 不过圣殿和医院骑士 以及一些土生土长的贵族 却建议理查退兵 因为萨拉丁的军队仍然在附近 围攻风险很大 即使奇迹出现 让十字军拿下城市 但当东征结束 众人散去 法兰克人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里 不想避其功与一役的理查 同意了骑士团的建议 在1月13日宣布撤退 理查的撤退指令 对于十字军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打击 伯根蒂公爵余格与许多法国十字军宣布脱队 或回到雅法歇息 或去往阿克的温柔乡 继续享受纸醉精密的生活 摆脱法国人的理查 这率领剩下的人继续执行埃及计划 1月20日 他到达了心心念念的阿什凯隆 准备重建城市 而这项大功臣将耗费数个月的时间和大量金钱 到了2月 法兰克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在北方 康拉德和余格缩使热南亚水手 攻占被十字军暂管的阿克 幸亏理查的比萨盟友奋起反击 才勉强守住了城市 理查对于康拉德搞偷袭的无耻做法愤怒不已 但康拉德已经取得了包括巴里安在内的本土势力的支持 作为外来者 理查实在拿不出有效的反制手段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十字军的内部正在瓦解 4月初 一封来自欧洲的信件彻底打乱了理查的全部计划 他那个麻烦的弟弟约翰与菲利联合搞事 自己在英格兰的统治岌岌可危 理查急了他想回国 却又不想当一个失败的十字军战士 他急需整合所有法兰克人的力量尽快击败萨拉丁 那么与康拉德和解实在必行 4月16日 理查的外甥 乡兵伯爵亨利亚氏出发前往北方 他要代表理查 恭喜康拉德正式获得耶路撒冷国王头衔 至于救国王盖伊 理查已经恳请圣殿骑士团 将塞浦路斯转卖给他 女系尼昂家族也就正式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岛主生涯 直到1489年该岛被转卖给了威尼斯人 当然作为交换 理查希望法国人和康拉德的军队能重新加入自己 齐心协力拿下耶路撒冷 4月28日晚 辛勤愉悦的康拉德在两名侍卫的保护下 去提阿城内的朋友家就餐 路上遭遇了两名杀手遇刺身亡 尽管新凶者被证明是哈萨星成员 但幕后真凶不得而知 法国人立刻指责理查不凶杀人 但不仅缺少证据理查也缺乏动机 不过这项指控为理查日后带来的大麻烦 意外到来的亨利伯爵作为菲利阿什和理查的外産 代表了印发两国共同的利益 经过贵族们商议 亨利借由迎娶康拉德的遗孀 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国唯一的女继承人伊莎贝拉 成为耶路撒冷新国王 5月 阿什凯隆重建功臣接近尾身 亨利和余格也带领着北方军队南下 新一轮的战争即将到来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理查依然不认为直接进攻耶路撒冷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阿什凯隆作为跳板 他完全可以进攻埃及 然后迫使萨拉丁同意交出耶路撒冷 但正如1191年春天一样 十字军内部有很大的分歧 以余格为首的大多数贵族甚至决定 不管国王同意与否 他们都会去攻击耶路撒冷 理查无法说服众人 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值得同意向耶路撒冷进军 6月中旬 十字军再次出发杀至耶路撒冷附近 为了等待后续援军 他们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萨拉丁也在为耶路撒冷的决战做准备 虽然他想办法让手下战奋起来迎接敌人 但来自各地的埃米尔却对萨拉丁没什么信心 他们担心阿克的情况会再次发生 有人甚至建议萨拉丁象征性留点守军就可以了 萨拉丁十分沮丧失去了自信 7月3日他听从了建议撤出了大部分守军 他不想再打一场艰难的消耗战 毕竟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拆烧 可是对于萨拉丁来说奇迹出现了 7月4日穆斯林们惊喜地发现 十字军竟然毫无征兆地撤退了 耶路撒冷得救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穆斯林始终都没弄明白 而事情的真相就是 即使耶路撒冷已在眼前 理查也不愿意下令功臣 而是再次游说全军 要他们跟随自己去打埃及 余格公爵觉得理查简直不可理喻 就差几个小时的路程 就几个小时 为什么还要去打什么狗屁埃及 他表示 除了耶路撒冷他哪都不会去 理查的脾气也上来了 一气之下辞去了最高统帅职务 7月4日 因为内部分裂停止不前的十字军 结束了战斗 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地返回了雅法 经过两次被刷 余格再也不想跟理查合作 他带着自己的军队跑去了凯撒利亚驻扎 后于8月并死在了阿克 失去了法国人的帮忙 理查进攻埃及的计划也因缺乏军力终止 现在理查想与萨拉丁和解了 十字军已毫无希望 如果他不想丢失王位 那么也必须要回国了 整个夏天 双方都在进行着外交接触 以及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摩擦 到了9月2日 一份为期三年的停战协议 终于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达成了 耶路撒冷将还由萨拉丁持有 基督徒有自由进出朝圣的权力 从提尔到亚法狭长的土地 将会是法兰克人的领土 理查费尽心力重造的阿什凯隆 按照约定还是被拆毁了 1192年10月9日 在东方停留了16个月后 理查坐上了回家的船只 直到临走前 他都为和一年多来的对手萨拉丁见上一面 随着理查的离开 失败又没完全失败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 十字军终究还是没能夺回耶路撒冷 而萨拉丁耗尽了国力 也未能彻底消灭东方的法兰克人 理查在临走前发誓 有朝一日他还会回来 但这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十字军 七年后 理查再一次抢劫行动中死于剑伤 至于传奇领袖萨拉丁 在送走了十字军之后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最终于1193年3月并死在了大马士革 在萨拉丁死后 阿犹布王朝不可避免地陷入数值相争的中东怪圈之中 直到1200年 阿迪勒从哥哥萨拉丁不争气的儿子手中 夺走了苏丹之位 那么到这里 有关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